而我們的觀眾朋友收看原住民族電視台 除了透過有線電視 也就是第四台收看之外 在偏遠地區還是有部落族人 必須依靠衛星小耳朵接收訊號 才能看到原室的節目 但主要通訊服務的衛星中心二號 將要在今年的十月七號結束並載 到時候影響偏鄉地區 總共會有三萬多戶的無線電視收看者 而上個月的二十四號 這個立委政天才邀請了2CC召開了會議 要求改善 但到現在都還沒有進度 而今天立委再度追問NCC 根據這個修正的 人民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 第三項 由人民基金會委託公事基金會 來播送相關的節目 這樣就可以 對於剛才的中興二號衛星的 相關的問題就可以 通過法律也修正了 法律也修正了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NCC這邊也趕快能夠協助 文英之前有召開過機關之間的協調會議 其實只要等文化部跟原民會把相關的韓文給我們 我們後續就可以辦理了 好剛剛我們聽到的是立委政天才跟NCC的對話 不過NCC並沒有正面的回應 只說要等文化部跟原民會的回函 但立委回應兩個部會早就已經回函給NCC了 而原住民族電視臺八月一號新系統開播的計畫 能不能順利的推動到現在都還是未知書 我們在這裡和整個公司電視臺八月一號推動 和整個公司電視臺八月一號推動 所以我們在這裡和整個公司電視臺八月一號推動 我們在這邊看到一個公司電視臺八月一號推動 感谢观看